大家好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延後退休 事實上延後退休這個議題來講 事實上在 最近真的是討論的如火如荼 在2024這一年老實講 已經要進入國慶的那種時間點 事實上進入國慶時間點差不多是進入一年了 大概是屬於雖然後半段的一個部分 收尾的一個階段 那在2024來講事實上 平和論 老實講淡淡的一年 但是事實上卻經歷很多 OpenAI GVT的部分 AI的這種視覺的衝擊 我就是給一般人的觀感 我覺得是一種儀式感的成分居多 AI本來就是以前的很多 那AI啦 人口公立 2025年是超高領化的到來 但是2024幾乎就是要承接這樣的一個過程 然後包含就是 人口少 少的 生的少 然後死亡大於 出生 然後的工作 然後自動化 然後工作被搶 以前是說自動化 大家沒什麼感覺 AI嚇 總統混在自己 在2024 你覺得2024就是一個 綜合的一個大集合 延伸出一個部分來講 財政就會變少 財政變少就是要 想辦法生錢 那生錢來最好就是說 讓你晚一點領錢 我扣你錢 你 好晚一點領錢 這個也是一個方式 那在這樣的一個過程的情況之下 在這個過程的情況之下 事實上延遲退休 就是一個 幾乎就是一個必然之路 那老實講 接下來來講是法定 覺得60一定要強迫退休 那接下來就是說 他會延後幾年 大陸來講已經延後3年了 63 台灣來講事實上 老實講這個 趨勢 治療應該來講就是說 國際的趨勢來講 每個國情不一樣的趨勢 可能就會一樣 延後幾年是個必然的 就講白了嘛 老保健保不行 你就往後延 醫生快不行了 我們就急救急救 延緩症狀 安安病 躺著他 像呼吸器一樣躺著那邊 至少還是活命 事實上在延遲退休的一個部分來講 事實上 延遲退休一個蠻大的一個點 就是說現在來講就是 老齡人口變少 所以老齡人要回歸 老齡人回歸來講 事實上是 社會對這種所謂的 年輕跟老齡化兩個 事物群 事件有點撕裂拉著 年輕人就會老齡人把 機會搶走了 事實上不要說什麼 在職場的部分來講 各位事實上有在觀察 但二三十歲的人 對四五十歲的人 事實上就有一層 界限感慢慢出來 老齡人說在以前職場來講應該是 二三十五是均援的部分 分部他當然是一個感染性 但是等一下 他的前傑處是 前傑處是OK 可是現在來講事實上前傑處是有問題的 事實上各位來觀察 現在職場來講最長的是什麼 30歲是主流 二三十歲是主流 40歲已經有點是 稀有 50歲 幾乎是你公司如果有一個 50歲就是一個 老先生那種情況 老太太 就是活在這蠻厲害的 除非是主管型的 否則一般來講 你活很厲害的 事實上主管來講 主管現在是年輕化 現在有時候是30幾歲 30 40 30幾歲就幹掉一個 40 50歲的人 也是差量能在 我們講常態來講 就是說目前來講 的確 三次是一個協定 你說40多歲的人 他介於退休 他事實上我們講 介於法定退休來講 事實上 老實講如果現在是40多的人 事實上他的法定退休 25年法定退休 他理論上應該已經進入了單位數 就等於他應該是10年以下左右 我們講理想組 左右 30幾歲不用講 已經幾乎是10幾年 快是20年的一個部分 如果快20年的部分 老實講 20年是一個蠻漫長的一個過程 假設你今天假設是8年好了 假設40多歲的人是8年退休 假設 8年9年好了 9年了 30多歲的人假設是18年好了 幾乎是差兩倍 說本來還要差兩倍的時間 所以事實上來講 這個兩倍的時間 事實上我覺得是一個蠻漫長 而且事實上最關鍵的是 最後幾年景氣是越來越壞 就是說 就跟剛剛講的 好的時候都沒來 壞的時候一直來 就跟他講 事實上會自己來 這種感覺就是說 會發現就是說 法定退休 延後退休 還好 可是現在難就難在 就是說他是來的過程中 他是什麼 伴隨了不景氣 伴隨了AI 伴隨了老齡化 老齡化來講我們工作會變多 事沒有錯 可是老齡化來講 各位老齡化工作變多 可是事實上 在企業來講 老齡化你工作變多 你要求薪水檔 所以我一定要加速我的自動化 之前企業不想投入錢 在自動化是因為要花錢 現在是不得不花 我一定要花 這筆我不想花 不想花 一定要花就砸下去了 這砸下去撒那種東西 做 從以前一開始我不敢 你要買嗎 我不要 我不要買 我不要買 有需要 什麼時候有貨什麼時候 之前不是說不要嗎 我現在有貨 這種感覺是 我之前我不要買不要 那順限當你要的時候 你就什麼時候來 這種感覺就追著跑了 這種情況事實上的未來會明顯 在2024來講事實上 今年它算是一個很大的股 包含就是說 今年很多人 例如說股市的部分 有漲 跌房市有沒有 漲 怎麼亂去吧 今年會覺得說 2024來講是一個 就覺得它是一個 本來就淡淡的一年 可是覺得 它怎麼覺得好像是 綜合起來 今年發生很多事情 而且每一件是關鍵的事情 例如房市上漲 人口下跌 然後包含說房市最難是最後一波的上漲 不知道 因為我們講的房市有可能你的地段好 你就知道 如果你的地段不好 那有可能就真的是最後一波了 市民有做 對 所以等於賽中的部分來講 今年來講是 拉在那個什麼 就是說它是一個延後退休 等於說你種種的一個因素 對一個所謂的上班族 或你講的一個中產好了 所以我們這節目有講中產 在整個世界來講第一次很廣 也就是台灣或者在華人地區 隨便都講是中產 如果你在西方地區 你講中產還是屬於一種 所謂比較什麼 就是說像那種金融的一種 像那種所謂的一種 金融的部分 光肥薪水那麼高的 現在沒有 現在在台灣來講 3萬4萬的有沒有 都講自己是中產階級 3萬多塊的 3萬5到4萬5到5萬 都這樣階級 幾乎是你是3萬處才會講 我可是勞工那個人會覺得是中產 女生說我做辦公室就中產 所以中產的部分來講 韓國很廣 但是也因為那麼廣 到時候這些補充一下來的時候 這些中產都不見了 為什麼 因為老實講這個數字都太虛了 但是一下整個就少很多 光數字上的震撼 我覺得現在少很多 就要決定 現在台灣的出算率來講 台灣是0.87多 0.87 但比韓國 南國 韓國香港好 韓國是7.75 世界最低的 再來是香港 亞洲嘛 台灣來講 連八家也好了 沒錯 但南韓現在已經 有些學者就講 南韓以後可能會滅國 為什麼 因為他人口少太多了 所以事實上南韓來講 以後接觸的事業有更大 你說南韓會滅國不會 南韓有財法 所以是財法治國 財法來講就是說 財法來講 他會轉 他會變成是 他的國就變成是一個神 或一個區這樣子 但是等一下 財法可以活得很好 就有點像烏托巴 這個概念我們再聊一集 財法治國之後 他的一個底層人民的 也可能沒有被割 直接就跳過去 直接到最後一割 那香港來講 事實上 你說香港來講也OK 但香港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內陸話 現在香港已經幾乎是大陸的一部分了 已經要被併入 沿海的一個城市 那以後事實上對香港人來講 事實上也是一種悲歌 所以以後來講 有些人那時候離開香港 香港人會覺得說 離開香港的叛徒 以後會羨慕這些人 因為是來台灣的 事實上相較之下 因為相較之下以後 你說是承受經濟上的一個 一個落寞就是一回事了 那你還要承受什麼 政治啊 這種所謂的 很大的一個元素 我覺得這是會鬧騰的 逼捲 那當然你不是說 一定怎麼樣 我們常常講的不是說相對性 所以我們今天講延遲退休 你說現在的人體能變好了 體力變好了 是沒有 所以年紀延長是因為技術延長 但是人的體力變弱了 人的活力沒有像以前那麼深 就是說你年紀變長了 你工作可以做更長 但是你的氣色沒有變得更好 所以等於說你做事實上這幾年 讓你的延遲是這樣 不會屬於比較不開心的多做幾年 事實上來講事實上是 如果說你的工作環境熱散 或者說整個氣氛好 如果說你很開心 可是不是這個環境 你找他人家搞的意思 你說現在對很多人來講說 環境工作 叫好比如你現在問一個二三十歲的人 你問他說現在職場怎樣 好好辦 他自己做為什麼 因為還是日子在這裡過 他還是覺得OK 可是你跟他說我跟你講 你到還要20年才能退休 18年 類似那種情況 太殘忍了 真相是殘忍的 但是事實上 就是給他們說 你今天做完就可以成績哦 是要簽哦 你就做不做不做 開心哦 你可以你年中哦 對不對 你可以年那個什麼中秋獎金哦 對不對 寄獎金哦 他就會一直衝一直衝 他會覺得很開心 為什麼 因為他可以不用看到後空那樣慘愧的真相 但後空那樣慘愧的真相 看了他就會難過就不看了 但是如果你現在是40歲50歲的人 40多的人來講之後 假設你現在是快45歲的人來講 事實上這個問題來講 會對你來講是一個 就算你不看了這樣 也會在你的面前 因為你用盤子一算 哦我哎呦 我也快年資料已經快20年了 類似的 我法定25年我20 哎那5年 然後這樣我不能說百人 我是終身做 對不對 現在這個景氣一定是做到退休 退而不休 對不對 但是你會知道法定25年 至少你是一個什麼 一個坎 一個國家給你的一個坎 哪怕這國家以後 會不會落實照顧你的身份 這是我們不知道 但至少你拿到一個什麼 國家的一個什麼 那個什麼 救濟券 至少一個這樣的情況 現在至少是一個救濟券 至少是給你一個救濟券的成分 60救濟券 如果以後往後延 因為老實來講 事實上 各位會發現說 我們人口變少 工作變少 各位會不會發現 現在很多企業一直在調整什麼 現在企業在加薪都是什麼 對個人加薪 不是全民性加薪 就是有些人我希望你趕快滾 滾了趕快滾 有些人我不足我趕快補 他等於就是什麼 公司這麼大的一個情況是什麼 趕快補 他沒有過渡到 把一些比較無用的人拉到 讓他學習在20轉場 政府補助企業最大的希望 就是你可以補助這些弱勢的人 讓他怎樣 轉嫁到一個比較優秀的 另外一個第二轉場 可是現在企業不一樣 他不想花費這些人在身上 我說實在話的 你今天已經算是一個老油條 我又栽培你 到時候你要走掉 或者說你沒有做浪費 而且問題已經不高 我不如栽培一個新的人 我去養一個人更划算 重點是主管也比較喜歡 因為主管比較好養 因為很有可能 今天跟他同一級的老人來講 哪一天 對不對 他也是OK 可是我覺得說他會一個隱患 他知道我的過去 對不對 他他會造成我很大的一個 那個什麼 那個什麼 在那個帶人上的一個困擾 對不對 你就像一個老虎在那邊跟我講說 我是很妙妙 人家不想要 人家要一個小綿羊來 所以很多會有情況 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倒是講 很多企業來講 他就不太會去做這樣的事情 所以等於說 就會把人給砍掉 優化掉 逼掉 anyway 都看任何的一個情況 你內部可以用 組織組織 然後讓他工作調換 讓他把他逼走 然後再補新的人 是不是 是沒有說工作是這樣子 除非這個工作 他本來就有一定的技術性 公司覺得說 養這個人已經養那麼久了 OK 好 就把這個人批掉 可以 但這個人也有可能到任何工作 那這個人 像他壓力心就比較少 可是現在大部分的工作並沒有 都是怎樣 都是屬於很專心的 專意的做一個工作 他只要移開說實在話的 他這些經歷說實在話 產業經歷有夯嗎 我舉例來講 你知道我們現在很多 如果像是3D鏈 或新能源 或者說新能源系車 或綠色能源 這個不錯 可是這些來講的話 除非這間公司他找的很前面 他現在做了幾年 他可能是有一定的資歷 否則正常來講 現在當中還是處於什麼 產業升級 行業還是用自己的 那你說公司為什麼會有 花這些錢 或花這些經歷做 除非公司做很前面 你做這麼前面的事情 否則如果你沒有站上邊的話 你現在還是做一些很傳統 很傳統或很原本的一些行業別 那你本身 類別就比較落後一點了 對不對 是沒有錯 所以等於是說 在這樣的情況下 公司他原則上 他雖然是說他需要的人變多了 可是來講 他所需要的 職缺算變多 可是他需要的是什麼 更需要他符合他的職缺 並不是這些推下來的人 重點來了 重點就是說 雖然企業標榜說 我們控制很多職缺 這些職缺是需要怎樣 我需要更優秀 更專精 更年輕 更有學習性的人 而不是老人來這邊 所以會怎樣 會去學校 直接撈人 為什麼 第一個你新鮮 新鮮的乾 第二個你乾淨 你沒有被舒服污染 第三個你純潔 所以你聽話 就盲從了 第四個你便宜 所以你從我這邊用 第五個我栽培你 老實講成本比較低 第六個掃去很大的問題 我在前面 所以以後企業他直接會衝進學校 直接去撈人 不管是什麼一個建教或什麼anyway的方式 他就把他撈走了 反而這次上的老人他還不必要 所以在這個氛圍的情況之下 延遲退休 對這些延遲退休的人是怎樣 老實講慘了 說擺了人士去哪 是服務業 對啊 你說實在很服務業 你說舉例來講 我們現在那個公司 現在有很開放的職業 都是什麼服務業老人 你很早看到說這個人要去什麼 他去研發中心 設計中心 開發中心 創新中心 裡面當計程員工 沒有 要嘛裡面去當主管 要嘛就是有當計程員工 很少 為什麼 因為他公司不希望這樣子 你這些老員工 這些很資深的 在研發中心 我們就更需要衝的 然後5點了 4點55了 收東西了 開始收垃圾了 然後開始整理自己的水壺了 準備下班了 下班之後就不在 然後如果說今天 我們要開始 不好意思 我今天也要請兩個小時 講為什麼 等於20幾年 因為 就是這樣的過程來講 事實上公司 老實講會有很大的 一來一往的問題 所以事實上我們今天只是稍微 潛聊到延遲退休 事實上 它對後面的很大的一個問題 就是它 老實講 事實上這個會蠻大的一個情況 你說延遲退休最好的方式是什麼 那你才是強化自己 這實在是強化自己 真的如果說你現在真的是 混到一個不錯的位置 你覺得你的護程度夠高 那這恭喜你 但是事實上各位要比例來講 事實上 今天我們剛剛提到 就算是10年起 就算是40多歲的人 10年近10年 所以各位應該來講 除非你現在已經是50幾歲 已經幾乎是 已經是5、60歲 已經是退休 已經是篤定了 對不對 你後面來講 就是退而不休的那種精神 那當然就OK 對不對 人生的規劃 但如果你現在還是40多歲 甚至以前的人 事實上你還有近10年的 你老實講 你都才有一個想法 就是接下來的幾年 在那麼嚴峻的情況下 你為了一份工作來講 你還是得一份 不管你說 未來你說我是中年 斜槓或什麼 老實講 未來的3到4年 老實講 都是一個嚴峻的情況之下 老實講 這個情況會越來越嚴重 所以接下來的事實上 應該來講 接下來的5年 很多經濟學家都講的 未來5年是很辛苦的一年段 因為任何的一個跡象 產業的威靡 很多的貿易戰 這個應該都是可預期的一部分 接下來這5年 好像你說10年 你還有5年 你說5年之後再說 但是這5年老實講 會有剩下多少人 所以事實上來講 就是說 事實上應該來講 延遲退休 我覺得對很多人來講 都是一個 有點硬仗 這有點硬仗 就有點例子說 逼迫一個老將 有沒有 然後就從他的衣櫃中 有沒有 又去拍拍他的鐵甲 生鏽的鐵甲 準備再戰 我覺得這個事實上是一個 蠻現實的一個問題 不過他這是一個蠻大的ET 那你說老開甲的人好辛苦 年輕的人 或是20-30歲的人 實上可以演另外一個失誤 以後會不會有這樣的情況 放在自己身上 我覺得這個東西來講 當然是很難講 這種東西 這是一個蠻大的議題 蠻少的議題 這樣子 好 謝謝你們的分享到這邊 Bye